你这个丫头果然小得厉害 老太太过奖了 时候不早了 我们赶紧上车吧 你父母不来送送你吗 爸妈昨夜伤心过度 现在还在房里睡着呢 走吧 天狼 你这苏绣学了有几年了 绣房里的师父是谁呀 要什么师父啊 自己随便绣绣不就得了 停车 你是董家的小女儿 杜老太太好记性 我就是董庆童 怎么会是你 我要的是你姐姐 我姐姐在工会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杜老太太 我喜欢吃好的穿好的 一辈子想荣华富贵 我还看不上你这个丫头呢 我要的是你姐姐 你 下车 杜老太太 你不知道工会的厉害吗 你不知道前几天 振华私场工会 把乡里弄到商会的事情吗 就凭几个工人 就凭你这个小丫头 笑话 给我下车 下车就下车 杜老太太 我可告诉你 我可是女子学校的学生 我们学校多的是 思想新潮的同学 要是我们写联名信 把你们杜家给告上去 就说你杜老太太 逼迫梁家妇女 给杜库荣生子 你知道后果会是怎么样的吧 你威胁我 我说得到就做得到 杜老太太 而且我已经知道 你们杜家已经破产了 给杜库荣留种 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 杜老太太 我生得漂亮聪明 我给你们杜家留种 有什么不好的 你 回去回去回去 见 快 你以为你现在走了 我就见不着 动窟窿了吗 快点啊 别急 坐板 快快快 镜头 镜头 别进去啊 镜头 镜头 出来啊 镜头 你干什么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让我让你出来 让你出来啊 我求求你了 滚远点 走 进去 进去 不好 忘了搜她的身了 那丫头性子那么严 那么倔 她会不会藏着刀害戎儿啊 老太太 您放宽心 我看那丫头 虽然性子叛逆 不过跟个小孩似的 我想她不敢做出 伤害少爷的事 就算她不伤害戎儿 可是 这要是生下的孩子 跟她一样轻狂 那可怎么得了啊 玉莲 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是杜老太太 派来伺候杜少爷的 你杜家少爷 不是最喜欢玩女人吗 以前风光的时候 花明在外 现在杀了人 进了牢房 都照样可以有的玩 你可真是有个好奶奶 可以让你为所欲为呢 行了 我告诉你我奶奶老糊涂了 我对你没有兴趣 赶紧走啊 十三少还没玩过女学生吧 我可是女子学校的学生啊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现在很烦 我对你没有兴趣很烦 你听见没有 赶紧走 十三少也会装清高啊 你该不会 还是个纯情少年吧 纯情少年 实话告诉你吧 和我十三少相好过的女人 比你吃过的盐还多 你有病啊 你还真以为我是来伺候你的妓女啊 我告诉你 我们董家女儿 就是生猪生狗 也好过生你肚窟窿的孩子 什么生 生什么孩子 谁也生孩子了 你奶奶为了强迫我姐姐答应 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出来了 我爸妈哭得眼睛都快下了 你们肚家仗势欺人 欺凌弱小 你说你一个死囚犯 都死到临头了 你还想戒什么种 你还想害人害得不够多吗 杜枯荣 你真是卑鄙无耻 畜生不如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不是丑流氓十三少吗 你不是苏州城出了名的恶少吗 你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我奶奶 让 让我戒种是吗 你到底怎么回事 应该什么不回嘴啊 那你是要放弃我了吗 我真的要死了吗 什么死不死的 刚才我只是随口一说罢了 你不会明白 我是肚家五代单纯 奶奶让我在大牢里流走 就说明救不了我了 连奶奶都救不了我了 我要死了 胜得竟这样好看 眼睛好看 鼻子好看 什么都好看 怎么看也不是个大坏蛋啊 好 好 要走 好 坐 贱同 贱同 来 有没有事啊 她有没有欺负你啊 没有 她连一根手指头都没有碰我 那就好 你怎么这么傻呀 你可以不来的 宫会已经帮我们 把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再不需要 收杜家的操纵和胁迫了 金童 你去哪儿啊 请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成了 戎儿喜欢你是不是 不用跪 起来起来 明天再去 我送你去 什么喜欢 她根本不喜欢我 狠毒的丫头 竟然敢耍我 你敢耍我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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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您救救她 你说什么 她是个好人 她真的是个好人 杜库荣是不会杀人的 奶奶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相信我的眼睛 杜库荣不是传说中那样的人 那么好看的一张脸 那么无辜的一双眼睛 她是不会杀人的 奶奶 奶奶 我求您一定要救救她 奶奶 奶奶 没想到 你会懂我的戎儿 好孩子 谢谢你 我救 我救我的宝贝 我救我的戎儿 我救我的孙子 你奶奶为了强迫我姐姐答应 什么下散烂的手段都使出来了 你说你一个死囚犯 都死到临头了 还想接什么种呀 你还想害人害得不够多吗 你不如 你今世卑鄙无耻畜生不如 你今世卑鄙无耻畜生不如 这么长时间 眼睛都可以不眨呀 十三少果然不是正常人哪 好 看什么呢 走走走 集合了 集合了 集合了啊 干好了 你小子瞪着我干吗 你以为你了不起啊 还敢瞪我 你站好了 奶奶 你是不是要去见杜枯荣 您带我一起军去好不好 可惜啊 蓉儿她不喜欢你 蓉儿啊 宁着呢 我知道她不喜欢我 可是我喜欢她就够了 好 奶奶 这是我亲手做的糕点 麻烦您交给杜枯荣好不好 谢谢奶奶 你不去上学 跑到这里做什么 我要见杜枯荣 可是她却不肯见我 她一个杀人犯 你见她干吗 她是被人冤枉的 姐姐 你根本不懂她 她是与众不同的 杜枯荣的眼睛 她的鼻子 她的嘴巴 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她的悲伤 让人掉眼泪 好 金童 你是不是疯了 你 你太年轻 太幼稚了 那十三少 她会是你想的那样吗 你不懂 你不懂 你根本就不懂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人懂她 蓉儿 你都瘦了 来 快吃 奶奶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没救了 是不是 你不要听外人胡说八道 你别当我是白痴行吗 你让我留种就是说明救不了我了 我们杜家是不是不行了 是不是不行了 我 奶奶说实话吧 杜家现在已经 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 奶奶也是迫不得已 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希望 奶奶就是拼了命也要救你啊 那你告诉我 我 我们是不是在便便家产 我们家还剩下什么 能卖的沙场 商铺 酱油铺 电影厂的股份 还有 乡下的田产 都已经卖了 现在只剩 杜家那栋大宅 都是我不好奶奶 都是我不好 我做小就任性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我们杜家 不不不 蓉儿 是杜家 是杜家 都是奶奶做得太过分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报应 报应啊 报应啊 奶奶 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 我们全家都要振作起来 一定要渡过这个难关 奶奶你知道吗 来 奶奶 上海有个人 她的名字叫王远桥 王远桥 奶奶明白 莫儿 那给杜家留肿的事 奶奶 杜家留肿的事 我只有一个要求 说 奶奶都能满足你 你 那个来给我生孩子的女人 我谁都不要 我只要 我只要汉玉林 老太太 附近各个村镇 愿意卖女儿的人家 我都走过了 这些丫头都是十七八的年纪 相貌端正 身体也好 您看看 有没有适合少爷的 容儿不会喜欢的 他要的 是这个世上不可能答应的人 雨莲 偏偏雨莲 又是个宁到底的 十八头姑娘也拉不转 哎 难哪 我去我也去 快点快点 快点 走 跟上跟上 哎 是不是在想易东啊 雨莲 其实呢 我也可以像易东那样照顾你的 不 你是你 易东是易东 我知道 在你心里没人能取代易东 可惜 易东走得太糟了 连一句喜欢你 都没来得及告诉你 我每每想到这些 心里总是很难受 听说杜枯荣 他在牢房里面 还过得很不错 杜架花钱 买通了狱祖 还专门地 给他准备了 一个很舒服的单人房 还从四里八乡 找了很多女人 去给他玩 果然是十三少 杀了人不用偿命 还可以过得这么快活 好 杜架在苏州这么有本事 想必杜枯荣 不用很久 就能被释放出来 易东看来 是白死了 不 易东不会白死的 老天爷有言 杀人要偿命 就算老天爷不肯惩罚他 也一定有人会收拾他的 我相信 一定会有 你说的这一天的鱼脸 宇莲 宇莲 杜老太太打电话来接你了 奶奶派人来接我 难道她不恨我了吗 好 奶奶 你们统统给我跪一下 奶奶 你们统统给我跪一下 你们这是做什么 你们干吗要给我跪啊 快起来 快起来啊 你们这是做什么 你们起来 干吗要给我跪啊 快起来 起来啊 快起来啊 你也给我跪下 跪下 不 夫人 夫人 你快起来 快起来 夫人 为什么要给羽莲归啊 奶奶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让他们给羽莲归 为什么要给羽莲归啊 你快起来 你快起来 那 夫人 我要给羽莲归 是什么的 憋怒 夫人 有意思 你不是说 我会让羽莲归 是个人 可是我们杜家不怪你 奶奶 荣儿进了大牢 杜家遭了大难 你还愿意把你自己 当成杜家的人吗 是 我答应过你 我一辈子做牛做马 都好好伺候你 来报你的恩 无论奶奶要你做什么 你都会答应吗 是 你起来再说好不好 来 起来再说 奶奶 先起来 起来再说 好孩子 你只需为奶奶做一件事 好 您说 我什么都答应你 奶奶想找个姑娘 为荣儿生个孩子 给杜家留个种 也让我这个封竹残年的老太婆 好歹有个念想 有个盼头 荣儿救不了了 荣儿是五代单传 杜家要是没有了孩子 杜家就真的断子绝孙了 爷爷 我现在就想了解 你该怎么做 你不想了解 你怎么能跟他 你相信我 你怎么能跟他 你也想了解 你怎么能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不能给杜库荣留众 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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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求求你 让我出去 让你走就得我们死 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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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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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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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啊 玉琳 玉琳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难道你真的想被杜老太太 五花大榜送进监狱 给杜库荣留肿 不 我死都不愿意 那就跟我走啊 来 来 快 快呀 快 来 上来 来 早点了 吃药了 人跑了 快来人追 好 今天晚上 你就睡在易东的房间吧 忘了不开心的事 好好睡一觉 对了 你还记得 易东曾经偷偷地 给你画过一幅画像吧 那幅画 现在就在桌子的抽屉里面 那上面 是属于你和易东的回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拿走吧 就在这边 我来说 你对了 你发生的 那是 我来说 你 是 对了 你 我来说 都归好了 让你们看个人都看不住 养着你们这些饭桶 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妈 雨连宁死都不答应你的要求 就算你关他一辈子又有什么用呢 不如放他一条活路吧 闭上你的嘴 一群没用的东西 人家一跑就毁不来了 毁了 都毁了 给我打 奶奶 毁了 雨连 没有想到你会回来 奶奶知道你恨度假 可是蓉儿只要你 奶奶没有别的选择 你既然肯回来 那是不是 答应了 奶奶就知道你会答应的 因为你跟你娘一样 因为你跟你娘一样 摘星人厚 你跟你娘一样 懂事体贴 奶奶没有白疼你 玉连 奶奶没有白疼你 你说 你想要度假什么 你说奶奶都给你 你说奶奶都给你 难道 难道你要荣儿 明媚正娶 只有这一条 奶奶不能答应 但是除了这一条 你要什么奶奶都可以给你 来 给 你什么时候得要去见她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我明天就安排你们见面 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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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你去把城里最好的裁缝请来 我要给玉连做几套新衣服 要最好的段子 颜色要鲜艳的 要喜庆的 是 我马上去办 玉连 度假能不能香火延免 就全靠你了 从今天起 我们就真正是一家人了 虽然荣儿不能给你名分 但是在奶奶心里 你就是我的孙媳妇 奶奶总要给你点什么吧 快 说 雨连说 你要什么 啊 我想要 等我划上杜库荣的孩子以后 杀了杜库荣 大少 昨晚雨连姑娘去了二少爷的墓地 昨晚雨连姑娘去了二少爷的墓地 今儿一大早又去了渡家 是 杜库荣 我一定要你死 我要让你最喜欢的女人 我要让你最喜欢的女人 亲手杀死你 亲手杀死你 南南 我欠杜家的 所以我答应为您接种 可是杜库荣杀了易东 这条命他不能不还 你就这么想荣儿死吗 没错 我答应您的要求 就是为了杀死杜库荣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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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 我同意你的要求 谢谢你 玉莲 你不止帮杜家传宗接待 杜家还借你的手 提前结束了杜库荣的痛苦 你是杜家的安人 你是杜家的安人 玉莲要是生个女儿呢 那就招个女婿入罪 盖姓杜 不 景秋 带我去监狱 现在 马上就去 出什么事啊 你先别问 现在就去 没时间了 冷静点 出什么事了 真的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我求求你 求求你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森哥 他们要害荣儿 谁 玉莲 玉莲答应给杜家留种 但条件就是要杀死荣儿 你现在马上 马上带我去监狱好吗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荣儿 我是他妈 我不能见死不救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他 景秋 你冷静点 冷静点 我求求你了 带我去监狱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景秋 我 我 景秋 景秋 你 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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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的 没有得到的 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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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的 没有得到的 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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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苦吗 美渡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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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捡好了让南方扶下 布宇军 布宇军 你 叫我还有一口气 我不会让你碰我儿子的 放手 我不放 款家 快 快 布宇军 快把你放手吧 快 快放手 布宇军 放手 你放手 不放 布宇军 放手 我不放 放开 走 快去 不许碰我儿子 布宇军 妈 布宇军 妈 布宇军 好了 布宇军 好 奶奶 我进去了 玉莲 在你没有确定怀上孩子之前 你不可以 我明白 走 我又不是真的要和他怎么样 就是说说话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 磨磨蹭蹭的 陆克荣 跟我出来 你不会又是由小牛来看他 是 是吧 进去 进去 看够了没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我还是喜欢你以前的样子 这是奶奶为你熬的汤 趁人喝了吧 你已经看了 我 高兴 快 che 我等你 我等你 那么 我想要你陪我一起看星星 看星星 对啊 看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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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叫星 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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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她也不会说话的 哑巴 怎么没有反应啊 别打了 别打了 去 快走 哑巴 哑巴 柔儿 你看好多星星 怎么能有那么多星星啊 数都数不过来 你看到最大的那颗星星了吗 不停地在山 要是能永远这样多好 安安静静地 一辈子 来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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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们是杜甫的丫鬟吗 是啊 你们在找谁啊 夫人不见了 夫人不见了 夫人 我曾经问过奶奶记不记得 我们小时候的事情 奶奶告诉我 她记得 其实我知道奶奶是在骗我 小哥哥和小鼻涕虫之间的事情 奶奶她不知道 度假没有人知道 就你和我 这是我们的秘密 你胡了 给你个点心吃 是 还想跟少爷搶奶吃 疯了吗 去 来 雨菱 乖 别哭了 别哭了 小雨菱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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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都记得了 你都会一样 在码头的时候 你就认出我来了 是吗 她要干什么 十三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知道在你心目中 我一直是这么张牙舞爪的 你还是小鼻涕虫 我是独家少爷 别哭了 别哭了 小鼻涕虫 这个给你 来 把鼻涕虫擦一擦 小鼻涕虫 真丑 她不是小哥哥 她是十三少 她是十三少 小哥哥长大 当她的新娘 我知道那些年你在乡下 吃了那么那么多的苦 可是这一切 回不去了 别再想妈妈 哭那么想 小哥哥为你吃糖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人如果永远都不要长大 该多好 等小哥哥长大 当她的新娘 拉着小手回家家 瞳孙聪 尚 叫 这 个人 吴方 是 我 рав 誰 在 我 你 时间到了可以走人了 你什么时候再来 你跟那儿吧 你是少爷 我是下人 我来 床应该给你睡 雨练 这里没有少爷 这里也没有下人 只有丁一东和雨练 我身为一个男人 有责任照顾你 雨练 能这样和你单独相处 我很珍惜 我做了个噩梦 别怕 我做了个噩梦 别怕 来 我在这儿 你别怕 别怕 奶奶会安排的 奶奶会安排的 你 Yeah So 你不然能不能承认 Ever acres 你不是什么 你不是什么 你还是有一张 你说什么 我要再来 那你不是造成 我说说这不动 你能不能承认 そう呀 你能承认你 我本身 想得多吗 妈 昨天夜里怎么样了 别怕 别怕 这个包子 再来一个 多吃点 多吃点 能快点长大 夫人最近有点不对劲 总是买吃的 喂一个哑巴乞丐 随它去吧 现在手头上 还有多少房契现金 现金不多了 只有近千两的银票 另外 房契只剩下月前间的那八间铺子 找个买家 把月前间的铺子也都卖了吧 好 那可是度假上百年的祖产 为了救荣儿的命 事已至此 没有别的法子了 谁 也不然 你想干什么 跟什么 你说 对 你 我尊重 你 这 你 我 你 你 你 好 我 你 我 我 啊 玉莲 带去吧 拿着 记住 小卓怡情 别多了 奶奶知道你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你答应了奶奶的 要为我们度假留种 奶奶放心 玉莲既然给您承诺了 就一定会做到 好 那就抓紧事辰 别再浪费时间了 走 奶奶 她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把她送进去啊 怎么又是你 奶奶 她是谁啊 为什么杜库荣肯见她 却不肯见我 走吧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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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只想见见你 来陪陪我 就这样和我安静地待一会儿不行吗 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别的不想要 你知道的 奶奶叫我来 不只是跟你静静地待一会儿 也只有奶奶会想出这种 匪夷所思的事情来 你不要怪奶奶 如果还有别的选择 她不会这样做的 那她问过你有别的选择了吗 她问过你的选择了吗 你告诉我 这么荒唐的事情你都会答应 留种的事你都会来 为什么 谢谢你啊 玉莲 我知道让你受委屈了 我也知道 你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这个小哥哥 对吗 可好 在法庭上 所有人都在指着我 都认为是我 托欧阳丽丽笑枪水 甚至连妈妈奶奶 都认为是我干的时候 你却为我站了出来 只有你相信我 你却为我站了出来 只有你说不是我干的 谢谢你啊 玉琳 谢谢你没有忘记我 我一定要这样做的 我一定要这样做 我知道 我以前不懂对你好 我就会欺负你 惹你生气 想看你委屈的样子 可是直到被关在监狱后 我一直在想 如果能靠着你 那会是什么感觉 今天我终于知道了 原来两个人靠在一起 这种感觉 真好 我好看吗 好看 好看 那行了 你也别喝了 我们两个 只要忘记奶奶的心愿 我就可以 我可以 什么 你就可以什么 我就可以 我就怕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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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怕 别怕 有我罪 别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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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你 别打他 别打他 杜库荣在死牢里 他活不灵 别打他 你 靖秋 是我 我是王森啊 为什么要害我儿子 靖秋 你振作一点 那个哑巴并不是你的儿子 你不要把他当成杜库荣 我会帮你的 靖秋 靖秋 玉莲 上车 我叫你上车 把剪刀给我 你杀不了他 我杀得了他 你心里有他 你用剪刀是杀不了他的 借了血 你的心自然就软了 放在酒里 让他平平安安地走 那好 你把剪刀给我 能够脑杀好吗 你寻找回来 君子 乱 你把你生命 你会死 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杜家的血脉全靠你了 你不会让奶奶失望的 是不是 你要去见毒枯荣 凭什么你可以见他三次 请你让开 你 你告诉我 您到底是他什么人 毒枯荣喜不喜欢你 他也没有亲过你 这个你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毒枯荣是不会喜欢你的 他根本就没有碰你是不是 你是要去救毒枯荣 要不要我帮你 他是不会喜欢你的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别再来了 我跟你说真的 我跟你说真的 赶快回去吧 我答应过来 答应过来 什么事你都会答应我 奶奶让你来你就来 奶奶奶让你爱我你会爱我吗 说话呀 奶奶让你爱我你会爱我吗 小鼻子城 跟我走 我叫你走 你最好马上跟我走 你真的要跟这个垃圾走吗 爸 干吗 放下来 这是他干吗 放下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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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叫我一声小哥哥 我就放了你 别过来 你 你还真以为我十三少会霸占你这个臭丫头 拿去吧 交给丁一东 就说我们杜家 同意了 玉莲只是没有想到 好 其实少爷 你是个好人 你对玉莲这么好 让我嫁人 玉莲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 少爷 我真的觉得你是个好人 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你真的特别特别好 玉莲感激你 我真有那么好吗 玉莲发誓 说的都是真心话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要是真的对你好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少爷 玉莲真的觉得 您对玉莲已经够好了 实在是太好了 这算什么 说实话 说实话 我送给欧阳莉莉那么多东西 但我没有真心对她好过 我杜窟戎真心对一个人好的话 玉莲明白 其实你想 你明白了 那你还去吗 我现在就去 你真的现在就去吗 嗯 现在就去 你真的这么着急要去吗 就是不知道 丁家少爷会不会要我 你再想 我真的要哭了 我以为少爷喜欢见我笑 你现在就去 顺便把这个也带给她 给她喝 胡大贵 胡大贵 大少爷什么事 我不要这种爱情 我要的是你真心爱我 走吧 走啊 听到没有 她 她真的是被宠坏了 她还是小哥哥 gado城 我不得失去你 我害怕失去你 我想你都想疯了 我就是害怕 你这样的自己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想念过一个人 我真的怕 我不知道 你会把我变成什么样 玉莲 我爱你 我爱你 管家 管家 卖祖宅的那笔款子都收齐了吗 回老太太 日本人的银票已经到了 那好 赶快把银票拿给我 去备车 我们连夜去上海 可是我已按照老太太您的吩咐 把这笔款子全部回到北平去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让你把银票汇到北平的 我不是告诉过你 这笔钱是要汇到上海的 去找王远桥的 这是 这是荣儿的救命钱啊 老太太 老太太 您可没说过什么王远桥啊 千真万缺 是啊 我汇去北平的 我 我什么时候说要汇去北平的 我说给王远桥的 这是荣儿的救命钱啊 老太太 这是荣儿的救命钱啊 老太太 这是荣儿的救命钱啊 我叫你车辑 那我叫你救命 你还可以带架 你可不要跟别人家 那么多虎 你怎么会带架 这个人家 你才能赶好